放在桌子上沒有拿照 不知道有什麼人拿去嗎 那個童心 女童心你站起來 大家在這裡齁 如果撞到她的帽子 比較麻煩拿給她一下 你拿手給大家看一下 洗到後面的人比較沒力 好 OK 我們繼續來上課齁 那麼剛才我有一個老九尾 說沒錯 就是 在英國行政部門提案 差不多減86% 表示說要有14% 是由國會議員 直接提案出來 但是她這14%提出來 案件 只有38%會通過而已 剛剛剛才說的行政部門 以86%提案的比率 九十六%通過 另外這樣 最差差到一倍 所以就是說 行政部門送出來發案 台本他們本身最大檔 他們如果拿手贊成就通過了 我們剛才說 一個好的國家的參眾議員 你要做好職務 你要有你的助理團隊 那麼我們記住 丹水平 他那時候 他有發一個雜誌 叫做 鳳來島雜誌 因為他 其中一個文章 就是 沙公諷刺 就是 馮富翔 他把外國的著作 和翻譯之後 變成他的著作 以翻譯代替著作 這違反著作全法 這個 當時被發生的 這個 這個 澎大島雜誌 在他諷刺 小憲 讓馮富翔給他 照說 喔 這如果我們台灣人 好像拍攝就死了 就閉到沒路了 竟然又起來提出告訴 啊 因為 發營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 他怕 這個 丹水平 要受信 要去關 那麼 第一關的時候 那時候 他太太吳竹珍 出來選理會議員 選得 代替他出來選就對了 他選 割票 動算 啊 吳竹珍本身 就對 這個 法律不像 丹水平那裡來行 但是他選了 之後 在做另外議員 丹水平出國之後 做他的走力 喔 啊 這真的 超級助理 所以 五小燈那時候 電視報紙 不只就在報他提案 啊 其實這個法案 都是他的走力 丹水平 所提供的 所以都很精闢 很多都有通過 啊 起碼也 做成 一個 新的民心 就是說 五小燈那時候 很清 啊 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好的走力 齁 啊 你如果做得好 你將來也會變做 這個 國會議員 啊 譬如說 那時候 在社長長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的走力 有一個叫做 卓榮泰 而且這個 他很出色的 他也選到立法委員 齁 所以 如果 我們 我們 不可能每一個人 都可以來做到 中文級的 這個 參眾議員 但是你在 國 地方的 酒 啊 在軍裡面 在做議員的時候 你要好好學習 齁 齁 你如果是人才 人才 在台灣民政府 不會被埋沒 齁 只要你表演好 齁 齁 你也可以成為做 酒的議員 甚至 可以 被提拔來做 中庸的參眾議員 齁 所以大家 要認真來打拼 齁 很多 國外的一些 異式的 這個 立法 這個原則 我們要了解 譬如我很愛 說這個 美國的 這個 槍支這個問題 齁 那麼 最近 在歐巴馬去做 美國總統 不惜 就發生 槍擊案 齁 所以歐巴馬 上個禮拜也說 這槍擊案 對一個 這個 這個 文明的國家 尤其是美國 這是 好像很大的恥辱 但是 為什麼美國人 都會 有那個 擁槍權 這就 看著 當時 他們的這個 憲法在制定的時候 就有 保障人民 有擁槍的權利 也有人說 天賦擁槍權 這 最大的恥辱 美國人 本來就要 武器 可以自我 防衛 因為你知道 美國 浮援廣大 有時候 這個農場 跟那個農場 離開 離開 你這個騎腳 跟另外那個騎腳 離開 離開 你如果說 整頂像在台灣這樣 都不可以有擁槍權 你好人 如果剛才 他有去擁槍 我們自己不擁槍 這樣是不是 不對等 不平等 他擁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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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美國來說 他們常常在強調 自由 平等 我給你擁槍 我就沒有自由 你有擁槍 我沒有擁 我就不平等了 所以 他們這個 這個 雖然 很多槍子案 但是這都是 人性個案 比較多 你看美國 這麼大片 兩個 三個 人口 死在槍口下的 比這些天災少 比車子少 整個廢子 擁槍權 事情大條 美國你就知道 現在 住在看 尤其很多是 這個 非洲裔的 或是 一些拉丁裔的 他們 因為比較善良的國家 比較落後的國家 比較黑的移民 想像辦法 偷渡 什麼 進來 美國的 會造成 這樣的問題 所以 你如果 每個人沒辦法 自己有擁槍權的時候 那些大徒 如果有 買槍 那些槍 來押 他們本身就沒辦法 尤其 美國人 是怎麼自古早 他們要不成立 美國聯邦國的時候 他們就都有 擁槍 的習慣 就是說 他們到美國 移民 剛才來到美國 沒有 種東西 不一定有 好的修正 所以他要靠裂槍 來擁 來 得取 這個 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 槍對他們來說 是 維持生命的 必要的東西 一個工具 如果沒有東西好吃 拿槍來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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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古早 每一個人 美國人 如果移民去美國 差不多都有槍 是這樣 包括 再來發生 獨立戰爭 獨立戰爭 就是 你看看 每一個人 每一個美國人 都會 大大小小 都可以走槍 來打 所以 不論是大人 小孩 他的槍法 他為了 要獲得 糧食的來源 所以他在打槍 槍子也很貴 最好 現在 要打這麼多 所以 都 連到大家 都兵 差不多神槍手 所以 英國軍 要來 他們 跟英國 在打 獨立戰爭的時候 喔 這個民兵 這樣集合起來 如果在戰的時候 槍法都很準 一門 就一個 英國兵 要倒下去 所以 他們的這個獨立戰爭 會打贏 也就是因為 他們這些民兵 本來就有請 在蘇搖的時候 就 召集起來 選一個 支援官來 領導 變成是 他們 每一個鄉鎮 都有一個 九段 九段都有一個 大宗 如果緊急狀況 就 輕輕輕輕輕 都在告訴 民兵就集合了 就 支援官 支援官 要怎麼佈頂 要怎麼跟英國軍相戰 所以 在這樣 自民的經驗 獨立戰爭 獨立 成功了 他們要立這個憲法的時候 就在說 要不要成立軍隊 那時候 很多他們這些 他們在 立法這些先進 他們在質疑 說 我們全國 八千都有千 可以保護自己 保護國家 敢就成立 軍隊 他們在質疑 要不要成立軍隊 沒有在質疑 是不是人民可以 擁槍權 這就是我們的 立法精神 我們要注意 將來 我們要立法 我們也要克服 國家的摧擾 跟人民的摧擾 好 在那時候 也沒有 動說 不可以 組一個軍隊 他們組軍隊 主要是對外 平衡是國內 有些需要 是國民兵 就是民兵部隊 組成這些 來維持 譬如像 這個 卡榛納台風 所造成的傷害 所以就派出國民兵 來維護秩序 包括 這救災的工作 好 那麼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在國庭做議員 包括在中央做議員 我們要立法 就是立法精神 要站更高的角度來看 好 那麼 我們等一下 我們來看 他剛才在說的 那個 委員會 編來 各委員會 這個 我們來看 每一個委員會 他在做什麼工作 來 我們來看 第八有一個 第五節 常設委員會 這個常設委員會 這裡有什麼 常設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集齊管轄 各常設委員會的委員人數 集齊有關管轄 事項如下 有現到嗎 有啦 好 第八那 第五節 有一個常設委員會 我們來看 第 控清五五條 好 來 根據議員的決議 可以增減其人數 就是委員人數 或者 變更其管轄事項 來 我們來看 第一 內閣委員會 第一 內閣委員會 他所管的是 管內閣的管轄的事項 這個不包括安全保障會議 第二 總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三項 離島開發管理的事項 我們各位議員 各位議員 我們將來 你要從這二十個委員會裡面 來參與 那麼你可以把你所現在擁有的專業 來找一個 符合你將來 可以去參加的委員會 所以我們來繼續看 他 委員會裡面都在管哪些事情 好 第二大項的 地方行政委員會 第一 他管轄的是地方公共團體 第二 自治省管轄的事項 第三 公安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三個法務委員會 他所管轄的是 第一 法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法院的司法行政的事項 好 第四 外務委員會 第一 外務省管轄的事項 第五 大帳財政委員會 大帳省管轄的事項 這不包括預算委員會 集決算委員會管轄的 第六 文教委員會 文部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 教育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三 台灣學術會議管轄的事項 好 第七 獲勝衛生醫療委員會 獲勝省管轄的事項 好 第八 榮林水產委員會 第一 榮林水產省所管轄的事項 第九 工商委員會 他管的是 通商省 產業省管轄的事項 第二個 經濟企劃廳管轄的事項 第三 公正交易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四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第六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公害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頂限於礦業等土地的利用 好 翻過來 第九 第十 運輸委員會 運輸省管轄的事項 通信委員會 就是油政省管轄的事項 第十二 勞動委員會 勞動省管轄的事項 第十三 建設委員會 建設省管轄的事項 國務土廳管轄的事項 安全保障委員會 防衛廳管轄的事項 科學技術委員會 科學技術廳管轄的事項 環境委員會 管的是環境廳管轄的事項 公開等調整委員會管轄的事項 這不包括商工委員會所管轄的 第十七 預算委員會 這個就是審查預算 決算委員會 來決算 同意預備費支出的事項 同意從決算調整資金編入稅入的事項 第四 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總報掛 第五 國有財產增減和現存額計算書 及無償貸款計畫總報掛書 第六 其他會計審計院管轄的事項 第十九 議院的營運委員會 有議院營運部 還有議院的過程 議長的諮詢 法院法官彈劾和法官追訴委員會 第五 國會圖書館 其他議院的法規 第二 懲罰委員會 懲罰議員 或者議員資格的訴訟 這二十個委員會 你可以依據這二十個委員會 來看哪一些適合你的專業 或者你的志向 可以來參與 下面 我來說一些重點 我沒有說的 不一定會考 代表什麼意思 會您說的 喂 這裡的重點 你最小聽 我來討論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要 這重點就沒有在說第一位了 待會兒也沒有 可能沒有開放 讓您可以拿太遠 所以您現在就叫好 沒關係 我講慢一點 講兩次 好不好 好 這樣有聽到嗎 有 好 為了其他 不習慣聽明來語的 我用北京話講 好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要達到總議員多少後 議院舉行議長的 才可以選舉 是三分之一 OK 好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 為當選人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 為當選人 好 議院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 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 四分之一以上議員的要求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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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我們繼續。 議員修會期間,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或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議員要求時,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必須由全體提議者來提出,才可以撤回議案。要全部,提案人的全部來提議才可以,才可以撤案。 好,眾議院議員提出對內閣的信任或不信案的動議決議時,必須要附上旅遊,由議員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贊同者聯名,才可以向議長提出。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是開會日期,開會的時間,還有提交議會案件,還有它的程序。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的發言,所有的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或者超出其範圍。 參眾議員可採取表決方式,為起立表決,還有記名投票表決,還有第三,無記名投票表決。 這三樣,如果出席的議員要達到五分之一以上要求,就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是五分之一以上。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要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必須要附上旅遊並確定日數,事先來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經請假許可旅行的議員出發和回來的時候,都要跟議長來報告。 好,那麼,獲得請假許可的議員,如果在請假期間出席議員,那麼他請假的許可就自動失去效力。 還有,當選後,你當選議員第一次出席的議員,必須向議員的事務局出示當選的證書。 然後他才可以做識別證給你。 OK。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要在參議院的議員定期選舉之後的第一次召集的時候,就要來設立。 就剛剛講的那二十個委員會之一。 參議院議事規則,我們設有二十個常設委員會。 對不起,參議院是17個常設委員會。 那麼,眾議院的議事規則,他有規定設置二十個常設委員會。 好,那我跟各位講,那麼,參議院跟眾議院,眾議院有二十個委員會。 那麼,參議院只有17個,那差別在哪裡?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十四、十五、十六。 這三個委員會。 一個叫做安全保障委員會。 一個科學技術委員會。 一個環境委員會。 這三個在參議院是沒有的。 所以參議院只有17個常設委員會。 那麼,有關會議紀錄的敘事。 議事要依照數據法來數據。 會議紀錄由議院來保管。 而且會議紀錄要刊在公報上。 那麼,我剛剛在講了說,在議會的公開原則裡面, 我就少講了這個,就是說,這個議事紀錄要公開出版。 可以讓需要的民眾可以去買、去獲得。 好,決算委員會管轄的事項是決算。 還有國庫債務負擔行為總報告書。 還有同意支出預備會。 這是他管轄的事項。 同一個議員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不得超過三次。 你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不可以超過三次。 如果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得票數相同的時候,可以用抽籤來決定當選的人選。 特別委員會委員人數是由議院開會來決定。 由議院開會決定。 不是議長也不是委員長。 議案提出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與贊成者連署來向議長提出附帶預算的法律案。 必須付帳、產民實施該款法律案的時候所需的經費文書。 常設委員會設理事議民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沒有辦法出席的時候, 由理事來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或休息後,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來發言。 表決的時候不得附帶任何的條件。 還有表決的時候不在會場的議員視同氣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具有訴訟要點、理由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均由議長來提名。 委員的辭職也要由議長來許可才可以。 那麼常設委員會設理事有關眾議院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來進行。 質詢詢詞,包括書面質詢,還有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是指聽取利害關係者,還有據學識經驗者等。 我沒有說的、不一定的可。 那麼,剛剛這樣講應該聽得清楚。 不清楚,那我再講一次。 好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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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啦。 我在這樣講,我這樣講後面聽有嗎? 好 現在開始再提示一次 你就好好聽 你也可以眼睛閉著聽 分析我講的把它記下來 這樣應該 這只是一個重點提醒 善意的提醒各位把這些重要的記錄記下來 會舉行考試也希望你們用心把這些基礎把它打下來 這樣以後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這些議事的規則我們才有一個依據 我們也才會了解 好 選舉參眾議院的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要達到三分之一總議員 總議員的三分之一以後 才可以舉行議員的議長的選舉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為當選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議員要求時 議員才可以召開會議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提議者全部的人數來請求 才可以撤案 眾議院議員對內閣的信任或不信任案的動議 或決議案子必須附上理由 由議員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贊同者聯名 來向議長提出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有 開會日期、開會的時間 還有提交會議的案件及其程序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發言 所有的發言都不得涉及議題外問題 或者超出其範圍 參眾議員可以採取表決的方式有 取歷表決、記名投票表決、無記名投票表決 這三個 如果出席的議員 多達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 就必須進行記名投票表決 是五分之一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不是懲罰委員會 有關議員的請假必須附上旅遊 並確定日數 事先來向議長提出請假書 經過請假許可旅行的預言 他在出發還有回來的時候 必須來向議長報告 而獲得請假許可的預言 如果在請假期間內 又出來出席議員的會議 那麼他的請假的許可 就自動失去效率 當選議員以後 第一次出席的預言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你的當選證書 然後議員營運委員會的人員 才可以幫你做識別證或者做拍機 那麼參議院的調查委員會 是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召開的時候就要來設立 參議院的議事規則裡面有設17個常設委員會 而眾議院的議事規則規定設有20個常設委員會 那麼有關會議的記錄的敘述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來數據 而且會議紀錄由議員來保管 而且會議的紀錄要看在公報上 這三個事項 那麼同一個議員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個人 再決定 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是如果得票數又相同的時候 那就用抽籤來決定當選人 特別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是由議院開會來決定人數 不是由議長或者委員長 OK 好 這樣 頭兩邊 有三個問題 我們大概還有十分鐘 可以拿出來 大家來討論 好來 有人有什麼問題 這個參眾議員 因為內閣制比較有參眾議員 那麼內閣制最主簽的國家就是英國 那麼英國他們以前叫做貴族院 就是參議員就是貴族院 下議院 他們分上議院跟下議院 上議院就是貴族院 下議院就是眾議院 那些貴族院 都那些貴族在決定國家的事情 後來有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以後 才又設立下議院 就是後來其他的國家有的就講成 因為你用上下之分 就有好像不平等的味道 所以後來的一粒新興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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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來設立一個參議院 那麼在日本內閣制 反而是眾議院有優先審議法案的權利 一般的講法就是眾議院優先制 就是眾議院通過的法案 雖然如果送到參議院 參議院沒有通過被打回票 OK 然後眾議院再舉行大會 院會 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 贊同這個法案 那麼這個法案就算通過了 就不用再送給參議院 這個叫做參議院 不叫做眾議院優先制 這是日本以眾議院為優先 那麼在美國也有類似這種狀況 也是法案如果被美國參議院否決 那麼 不是 一般你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以後 要送去給總統 但是美國總統他制衡這個國會 他有一個叫做否決權 如果總統否決把這個案子 退回給國會的時候 他要訴明你反對的理由 你要把這個理由寫上去 然後退回國會 國會再重新修訂 如果 經過參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 又通過 這個就自動成為法例 OK 請問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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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酒 什麼人要做綜藝園 什麼人要做參議員 這個情形 一般 一般 在我們中央 這個默契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 年長者 比較有智慧的 他是做參議員 州的參議員 或者是中央的參議員 年輕的 比較有活動能力的 就做眾議員 基本上是這樣的 各位參議員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 你能力範圍可以的話 你可以多參加幾個委員會 因為你看如果20個委員會 好比說日本現在有 大概722個參眾議員 但是你光是中央這邊 480個人 要去分配給20個委員會 那你看 一個委員會只能 24個人 所以 越多人參與 這個會議 應該可以 及時廣益 好 還有什麼問題 謝謝 因為我們台灣 正面目的中華美國流氓政府 embracing 你們不是三全分裂 他要給美國再給他伺服相 把國會的權力還欠人的處理 一個監察權 一個考試在這方面 變成五個圓 你想想 也不是總統制 也不是內閣制 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 建範如果大家都是行政院 一定會拿下來 所以在台灣現在流行政府貸責之下的 這個制度 在新疆有一個地方 新疆有一個叫做烏魯木齊 叫做烏魯木齊 亂來 還有什麼問題 好 知道今天好像比較烏魯 我頂了一句 我在這裡 說到幾千句都在這裡 連幾句帶這個 這個認識都在這裡 今天還好 但是認識在那裡可能比較辛苦 人家就會這樣比較幸福 大家辛苦 好 有到台灣來拍拼 好來 請發言 我們台灣目前 目前 這個地方的主權 政府 沒有 我所信 大家 不要來拍拼 你 等一下我聽 不要說你 沒有 我這麼夫婦叫聽不懂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我們大家好 我說現在我們在台灣這個流行政府的現象是沒有十多獨立 那都假的 以後我們在美國的軍事政府的下 我們這個議會是不是有辦法借行這個 司法獨立的亂上 但是如果司法獨立是我們這個議會 要怎麼替人民 請我們來 來用這個司法獨立的公平性和正義性 謝謝 對 司法獨立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務是 絕對要實施的齁 我們沒有 就跟國民黨一樣 就不太拚了 這 三權分立 雖然我們沒有說像美國這樣 我們現在完全 像美國三權分立 但是起碼 我們 內閣 跟國會 合作來 制定國家的方針 讓行政部門 樂於實施 那麼司法部門 絕對是獨立的 這 從以前 日本人來統治我們台灣這五十年 就在教我們台灣人修法 日本人他們比較有日本精神 他們 筋就是筋 兩人就是兩人 不會像中國人 用文字遊戲 都在模臨兩可 就是我常在說的 怕書 也說到像他怕贏 好不 我軍 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好不 聽起來很像他怕贏 其實轉進是轉個方向前進 一撤退就不說撤退 就說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說幾乎 台語四日就改善了 叫做 怕書招贏 招贏 招贏台灣來 這樣對不對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不錯喔 我們這期的組織很好 我說的都聽不懂 都沒有問題 跟你們共議 有關司法獨立的問題 流球就是 流球那些對美軍很感冒 的原因就是 流球人沒有司法獨立 美軍在流球犯法 就要送到美國身法 這將來會在台灣發生了嗎 有可能 因為什麼 很可惜就是我們建書 建書 我們都比較熟悉 我們就是 受軍事占領的資格 他們有很多 他們有豁免權 這方面 有他們自己的占領軍的尊嚴 我打贏 你們這些 當然要聽我的 所以 我們現在要說的 思法獨立 就是說 在我們國來的所有的國民 我們的 國民犯罪 無論你 肯做肯做肯 都公開心理 都照法律的規定 來做 那麼 現在美軍 這是我們的頂頭上司 這就不是我 我們 我們是國會 我們顧我們國會 這個部門 我們是有立法權 有審議算的 決算 審議算和割算 割議員 這個管理而已 我們不能公開 所以我來補問 有司法部門 他們來發言 比較適當 我沒有方便 大家來 講這方便 請我們 這個通信 完了 好 今天還有有關 參眾議員的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好